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每个喜欢漫威电影的男生心里都住着一个钢铁侠 但我呢比较特别 虽然钢铁侠的人格十分有魅力 但相比于他本身而言 我更着迷于他内身无所不能的高科技纳米战甲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许毅 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中国钢铁侠梦想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非常的喜欢机器人 当别的小朋友还在玩游戏玩玩具的时候 我就已经吵着闹着 要去参加一些关于机器人的课外兴趣班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逐渐学习一些基础的编程 以及自己动手做一些科创DIY 等到中学的时候呢 在机器人上花费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 我加入了学校组织的机器人队 正式开始了我的机器人生涯 每天学习之外的时间 基本都是在训练和比赛 也逐渐开始在各大机器人赛事中展露头角 由于积累了一定的机器人设计经验 以及工程实践能力 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 就跃跃欲试地 立马参加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想要大展身手 可是没想到的是 第一个提出的想法 就撞到了铁板上 我当时提出了一个 能够自主修复电线的机器人构想 但是由于没有做好可执行性的研究 以及相关的技术调研 当时的老师虽然很认可我的想法 但是他说 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 这个想法很难实现 听完老师的答复呢 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同时呢 也感慨自己很不成熟 那那个时候 我就心生了一个疑问 大胆创新 和不切实际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是那种 不会屈服于困难的人 即使受了挫败 也不会轻言放弃 于是我当即立断 换了一个课题方向 反复思考可行性以后呢 再次提交了课题方案 而这一次 老师也是终于认可了我的想法 并支持我继续做下去 虽然在后来执行设计的过程中 也遭遇了一些坎坷 不过 在大家的坚持和鼓励之下 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器人作品 还是较为顺利地做了出来 而这 也是我正式 打开机器人科创大门的一把钥匙 2019年的夏天 大二的我 正式进入了课题组 成为了仿生机器人团队中 重要的一员 在那里我接触到了真正属于国际前沿的科研项目 同时 我的心情又高兴又焦虑 高兴是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离我的中国钢铁侠梦想越来越近了 而焦虑呢 则是因为他自己在技术上跟不上 会拖累红组师兄师姐的后退 我们的课题方向呢 是研制一只能够满足特殊狭小空间内部署 以及一定探测要求的绑生机器术 当时这个方向在国际机器人技术领域 也算是一个全新的方向 而为了能够让这只机器术 能够具备多工矿 小空间和复杂环境下的狭窄空间运动能力 我也决定同创 道研 一遍又一遍地翻开文献 做笔记 做实验 更加深入地对它的运动模态 进行设计和验证 最终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终于研制出了这样一只 具备五种基本运动模态 以及两种感知模式的仿生机器术 也首次在同尺度机器人中 实现了如此多的运动模态 以及如此优越的环境适应能力 以前玩机器人可以说 是单纯为了兴趣爱好去玩 不带有任何目的的 但这一次 通过不断努力地去公关技术难点 而设计出来的作品 却让我发现 原来经历了科研的磨难 所制作出来的作品 会有如被打磨过的珍珠一般 呈现出更大的价值 也更深刻地理解到 自主创新的价值 和背后那种令人兴奋的成就感 这一次 我们所研制的机器术 实现了400毫米以下口径 不规则工艺管道的巡建 真正做到了保障国际民生 支撑国家安全 具有良好的社会应用价值 那随着科研经验的积累 我也逐渐勇于挑战全新的课题 创新性地提出了仿生挑衣组结构 研究能量锁定与集中释放机制 以及高复载笔飞行系统构建方法 因为是仿生项目 当时我的生物参考原型呢 定做了蝗虫 想要通过精密的电子手段 复刻出蝗虫又能跳 又能滑翔的这一生物特性 以在军事侦查以及农业经济上 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那很多人问我 玩机器人玩了这么久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可能大家都以为 我会说最大的收获是各种奖项 但其实不是 在研发机器人的 这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中 我最先收获到的是自信 当我脑海里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通过我的不断努力 探索 被实现 被认可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一直以来的兴趣爱好 是有机会 有可能去回馈祖国 回馈社会的 它将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因为小时候的兴趣 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我从充满好奇的小男孩 一步一个脚印地 成长为了一名科研工作者 回顾当年那个疑问 大胆创新和不屑实际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想这个问题 或许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想在此之中 更宝贵的是发现了 科研工作者们 对勇闯无人区的决心 以及他们基于强大知识 所储备的信心 钢铁侠是电影中的超级英雄 而我身边的科学工作者们 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 坚持梦想 不断创新的英雄 胡适曾经说过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在科学的领域 真理是无穷无尽的 可能没有人能够到达终点 但我相信依然会有更多的科研人员 在业以继致的工作 因为他们心中科学真理值得敬仰 但总不能因此止步 每向前一点 都是人类往前的一大步 所以我希望 与世界上更多的科研人员一起 精进自己的能力 为了世界做出中国青年的那一份贡献 我是许易 谢谢大家 感谢许易的精彩分享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 你在科研这一路上走过来 在心态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说实话其实是有的 可能小时候呢 更多的是把机器人当作一种兴趣爱好 是抱着完全去玩的一种心态 去研究机器人 但是真正地步入了大学 接触了学术界 在老师的指引下 可能他会对我的价值观呀 对我的意识形态 会做一些很明确的指向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觉得 自己做一个项目 是要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社会去做出贡献的 你做出来的机器人 你是要去服务社会 它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的思想观念 在不断地变成熟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 可能真的收获挺多的 感谢机器人 能带给我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感谢机器人 带给你的这些东西 其实不如说 是你在这一路上 由内而外的自信的一种变化 我相信可能很多 青年代表团的朋友们 也能够在许一的演讲当中 看到他这种自信 青春向上的这种面貌 今天呢 我们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我们的世界青年代表团 那他们呢 刚刚对你的这番演讲 一定也会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那么时间交给我们的 世界青年代表团 其实刚才老师讲的机器人 这个是我一直觉得 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其实来到中国 我也亲眼看到一些机器人 在完成一些人类本来要做的工作 操控这个机器人 让他为我们干活 后来他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智能化 变成为人类为机器人干活 也就是说被机器人给那个操控 您觉得会有这样的一天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会困扰很多的同学 不光是你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在未来这个机器人 会不会战胜人类 对吧 但是就我的个人观点来看呢 我更认为 这个可能是一种悖论 就我个人的感觉啊 现在的这些 所谓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 但是说到底 这个东西是你施加给它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主动权 还是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上 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身边的同伴 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家园 去做一些 比较合理的一些 机器人的一个设计 谢谢 谢谢老师 咱们青年朋友们 有没有在中国 看过一些小小的机器人 什么的 或者对老师的演讲 有没有感想 和我们分享一下 老师你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 是很大的 所以呢 现在呢 家长都提倡科学育儿 从小呢 就开始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同时也尊重孩子的 这个个体 个性的发展 他们呢 经常会利用一些 公共教育资源 和社会上提供的机会 与孩子一起进行科学探索 同时呢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 国家呢 也一直致力于在发展 我国的这个科学场所呀 培养这种师资力量 为青少年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这种 科学科教环境 那么作为一个 很优秀的青年代表 也是科技领域创新的代表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就是您觉得 对于孩子和青少年的 科学能力来说 先天的天赋更重要 还是后天的培养更重要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它不能一概而论 你想去成为像牛顿 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 我觉得那真的是 先天的天赋太重要了 如果换作是我 坐在苹果树下 有一个苹果 光机一下子 掉到我脑袋上了 那我可能不会觉得 那个东西是万有引力定律 我也不会像爱因斯坦似的 能够有那么抽象的一个思维 能够看到外太空的 所谓的那些 相对论这些东西 可能作为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也是从一个 只是从一个想玩机器人的 这样一个小孩子 一带来长大的 那可能在我接受的这些 所谓的一些教育啊 或者是一些课程也好 那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更注重的是 一些后天的培养 通过一些比赛 然后让我意识到 我做的东西 它是有用的 然后再到上了大学 通过老师的一些教会 通过一些跟大先生进行聊天 就会把我的格局变得更大 然后拥有一些家国情怀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们对于我 这一路的指引 非常非常的重要 让我觉得我做机器人 不是为了玩 当然兴趣爱好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 我做的东西是要有意义 是要有价值的 说实话我还是更 欣赏 也更认同 我觉得后天培养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说实话 现在我对于自己的一个目标 往往都是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小目标 可能更远大的一个理想 那真的就是 能够成为中国钢铁侠之父 这可能是一盏明灯 一直在前方的指引着我 它更像是月光 能够照料我前行的道路 但是说实话 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以及自己 真正现在的这个水平 离我最终的目标有多远 我其实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我更多的是 会以一个小的目标 去严格要求自己 就比如我现在 作为一个学生 那我可能是希望 自己能够在兼顾学业的同时 能够把老师分配给我的课题做好 能够让我做的这个课题 真正地去投入到一些实际的应用中 就比如像那个机器署 它就已经去进行一些官网检测什么的 那我现在有了全新的课题 作为一个团队的一个小领导者吧 然后也是希望自己 能够把现在现有手头的项目 能够取得像机器手这样的 比较高的一个成就吧 然后能够回到社会 那肯定是最好的 我认为达计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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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城市 都用手机 而且我们儿子也喜欢手机 都要玩每天 我认为达计课计 应该有免奋 用手机 为达计课计 要做些课计 和电视频 而我们儿子会很贵 和你 然后你 我认为什么 我认为达计课计 你应该知道 刚刚说的那点 就是现在确实 中国的这个小朋友们 可能会对于游戏 非常的着迷 如果真的能通过APP 通过游戏 能够引导我们的小朋友们 去进行科技创新 那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 太伟大的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 你现场办一个科普讲座 你现场把孩子们带到课堂 去强行地灌输给他们 这个科技创新很重要 我觉得可能 孩子们会更容易接受 而且也更愿意去加入到 我们科技创新这样的大家庭 好的 谢谢你 谢谢来自世界青年代表团的分享 中国的科技创新速度 真的是不容小缺 好像是上到七八十岁的 我们的高龄科学家 或者是下至几岁的小学生 他们都在坚持探索着 更加有用的科学创新技术 而且现在的5G时代的全面来临 更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 万物互联的时代 它不再是一句口号了 它已经是真真切切地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们也在线上 正在观看着我们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到海外联系环节 请看大屏幕 请看大屏幕 我们来进入很多西兰茫的时候 我们在大力量的辉健康 世界上也只是 because superheroes always save the day. They can save the world from threats big and small, they're constantly saving humanity, and they affect real change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what we're realizing now is you don't have to have superpowers to be a superhero. In fact, this next generation is learning that they can affect change by learning abou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scientific advances. In fact, we need more inventive and more creative people, now more than ever. And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uperheroes. So if we create an environment,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really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to explore the natural world around them, to explore the sciences, to become passionate about affecting real change, that's where we're going to fi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uperheroes. I love the saying that not all superheroes wear capes because I think this next generation is going to wear lab coat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倡议,青年人要作为 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要不断学习、思考、探索、实践, 用科技创新创造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我相信一颗梦想的种子 经过精心的浇灌, 终究会长成理想的参天大树。 青年人在科技创新中亦是如此, 我们只要坚守心中的梦想, 不惧科研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我相信我们中国青年也一定能够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大有所为,惊艳世界。 再一次感谢许易给我们带来 你的故事分享, 也希望你能够在机器人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远, 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当然呢, 我们也期待世界青年朋友们 也可以和我们一道交流科技创新成果, 为世界的繁荣发展 贡献出我们青年力量。 这里是《与世界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感觉到这些技巧, 我喜欢这些技巧, 我小孩很喜欢技巧,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些年, 我感到现在,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些年, 因为我们的技巧, 我认为了很容易的技术 我现在在中国的工作 但是我们可能会在微信的通知 我们会讨论和他们的工作 但是技术是非常棒的 现在我认为了很快的发展 我认为大家的力量 我认为能发展新的路 我认为能发展新的路 我认为了很多东西 我认为了很大发展 例如我們需要網絡事件在日子或日子 從來的應用程度 我們可以把車掛進去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沒有花錢 我沒有花錢 所有的錢 所以這件事很棒 在中國